講驗尿 驗尿那個點 我覺得算是一個爆發點 那個人太準 應該說 他那時候上半場得了8分而已 那個球員就是那個 陳笑容 喔 又是Super Idol的笑容 他的場均得分是4分啊 我給的那個建議就是 你要講驗尿可以 但是你要把他 場均只有4分 上半場得了8分 所以這一點可以Q出來 大家比較能見得到 要有頭有尾 對 8分還好啊 他可以換個播法 今天笑容得了8分 他平常場均4分 今天沒人擋得住他 除非兩個零戒盒 請問國王的死亡吳曉要怎麼配 曼妮高麗凱彥 楊敬明 林書偉 Q啊 Q也算小 東風來講他算小 但國王主力陣容還是很強啊 肉的 都能希望富翁不要奪怪 還說不是獅黑 獅子到底那一人 他們又惹到我啊 下次我帶你去看一場新竹的啦 那個在哪 他們新竹的哪 我帶你去啊 我最近沒有那麼 獅黑了啦 那沒差啊 獅黑也可以進場看球 他們還有辦一個獅黑集團 我知道啊 為什麼沒有找最黑的我去 我現在沒有獅黑 因為只是 之前我不喜歡看他們比賽 是因為我覺得有星巴的比賽不好看 就是把球扔進去就好啊 他現在叫布拉了 那你知道布拉吃得很飽 差一個地點 布拉 不知道 布拉閣 我現在真的沒有 而且我還蠻希望 工程師進季后三 好像有想要看國王和他們 爆去鳥蟲 我現在沒有獅黑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默默在幫他們加油 我叫他們第四名 我覺得他們有點難 我也覺得很難 而且今年他們最大的問題是 一開始 把星巴升Q掉 對啊為什麼啊 到底為什麼 聽說啦 是 他跟教練不合 然後練習的態度不好 因為我覺得以能力來講 他還是有主宰力 他很強啊 求人給他就是保底季后啊 那時候其實大家以為 工程師要轉型 就是不要再打這種超級大動作 就要打快啦 對 但他現在的洋將選擇 還有阿提諾跟那個 太樂 又是一直想要虐進去 看到星巴馬上跳槽國王加一 欸國王的粉絲真的有電很多 因為去年還沒那麼多 今年真的蠻多的 還是大家都是佔機密 我覺得有點佔機耶 因為其實你看這幾場 我認為夢想家最近的主場 進場人數變低了 真的假的 他們去年幾乎都蠻長啊 我也蠻想去看他們的主場 就是我覺得 星竹跟台中 給我的那種主場的氛圍感 我覺得是最好 很爽啊 我說真的星竹看手超爽 身為PB球迷 現在認真覺得PB重率 確實低踢不少 請問小胡 什麼原因造成這樣子的狀況 你的防守度比較好啊 可是防守聯賽啊 他媽一直投進你又說 快樂路布防守目黎晶賽 是不是 感謝子豪 還沒有看比賽 看到翔軍回來真的很開心 其實翔軍真的變強很多 有大防攻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發揮機會 我覺得真的是在體系 因為富邦真的太吃體系 你看像謝忠龍 其實他個人能力 我覺得沒有差到 像這個賽季那麼多 但他很明顯就是第一年加入富邦 在這個體系下 他要去學習 做一些他過去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擅長的事情 然後就有點幫手幫腳 覺得阿吉這個球人如何 我覺得就謙虛啊 你說他太謙虛了 我覺得他要打得體積一點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很強了 他在那時候健行的時候 我都會去現場看他們打球 我覺得 為什麼他矮矮的 就是他能做到那麼多事情 只是他現在在職業端 遇到的都是 怪物等級的 但他也是很強 但是我覺得他的強就是 他對於比賽的影響力還不足 他也才打職業第二第三年 對阿 可是我覺得 不會對他們有更多的希望的原因是 我覺得台灣 都一定要等到那種球員 maybe30 然後他才開始可以當家 但你看不管像NBA或是日韓 那種真的頂級的新人 第三年 第三年 你就要 你就要能夠主宰比賽 其實盧俊翔 我自己 這季也是很關心他的 就是他最近真的打得太差了 就有時候看他出手 你就覺得 就是要選擇不好 可是 沒有他差很多 可是我覺得領航員 最重要的是黃鴻翰 我覺得黃鴻翰重要 但進攻端 還是盧俊翔最重要 你好像他打太團隊了 他會需要有一個 不是團隊的人 在 戰術跑不出來的時候 跳出來 可以給他終結 或者是在這個戰術當中 會有一個 讓大家出乎意料的攻擊 一個X音質的感覺 他的終結能力真的很強 電競來講就是天分 他天生就心臟大哥 對心臟大哥 有一些人空檔都不投 那呂菜算心臟大哥嗎 你是真心魯斯貝他 你要在那種場合投出那顆球 我說實在的 他沒有進是結果論 如果他進了怎麼辦 你有看到他後來自己PO的那個聲明嗎 他後面PO的是說 他以為輸四分嗎 對啊 然後他也沒意識到時間 等於說兩個最重要的東西 他都沒意識到 但我覺得都很怪 他最後16秒上來 但也是不應該 但我respect他這個行為啊 你給我10次 我可能也沒有一次敢投 我一定拿到球趕快丟出去 趕快把詐欺丟出去 那RODE你覺得 朱雲豪怎麼樣 目前看下來就是3分5分 就是一個定點射手 可是他不能持球 他持球一定掉 但我覺得要給他練持球 他如果不練持球 他的天分很浪費 可是工程師很難 工程師空後那麼多了 贏不到他持球的份 是沒錯啦 可以練啊 但他沒有空間練 沒有我覺得要慢慢來 不是說今天馬上就把他變成第一進攻點 叫他去做ISO 然後製造機會 或playmaker 但是你一定要為他從 第三進攻點到第二進攻點去練習 如果你永遠都是叫他只能catch and shoot 變成一個純色手也不錯啊 是沒錯啊 但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他的上限其實是 未來有機會 以硬體條件跟手感那些東西來講 他多高啊 194啊 以國內來講 23號啊 算高啊 小豬覺得明年如果Q退休 國王要怎麼辦 我說真的 一定差非常多 國王直接 我跟各位講 不會到直接打 但是 真的會差你 怎麼看主傳左切卡拉基 卡拉曼喔 他有主傳左切嗎 他左撇子 他真的只會工作 他們的比賽我沒有看特別多 以你今年有看的東西 最佳羊將給誰 呃 曼尼高 你會給曼尼高喔 不是給木倫斯 沒有我覺得是曼尼高 因為你現在木倫斯沒上場啊 單一羊將打贏附幫 我覺得就是曼尼高 然後他要大四席 就種種出去看下來 同是國王粉 肉的會覺得巨男小壽司怎麼樣嗎 這兩個看起來之後會穩定留下來 小壽司感覺還行 但我覺得他現在就是沒空間啦 國王的後衛太多了啦 對啊 根本沒機會上場 DOD覺得 林立人如何 強 無敵 無限開火拳 喔我有時候看他上場就覺得 教練是不是覺得穩了 有時候DJ上來教練穩了嗎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可是他還是可以投啦 我覺得我防守好像根本在上 他強項本來就不是防守 他就是射手 但他尷尬的就是 因為我原本以為小力還蠻高的 結果他大概才一把他刪到一把 我現場看感覺也沒有很高 所以就等於說打二號有點像是太矮 有時候在一個強的隊伍就會這樣 你前面的人太強其實 你就算有實力就不見得有機會 嗯 怎麼看國豪 你點評一下你心目中的國豪 說實在我以前 會算他3500 但其實我得說他真的很強 就是有給我那種 他是球星的感覺 只是他現在 你們經驗還是沒有那麼好 加上他身材也沒有 比別人 可是他給人的氣場 就是我就是球星 有些人一輩子都沒辦法到達的聯誼 就比較有點像是 心理素質 跟散發出來的那個氣質 就他敢投啊 就跟你像這樣 那他們兩個之間有一個共通點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 都是松山高中的 真的嗎 喔對 會 而且都左撇子 對 龍茂也是松山高中左撇子 那個下一個3500 難道這兩個是一定要達成的條件 肉了之後還會開籃球台嗎 看情況那真的太吵了 我被我罵罵 大家打籃球 033點 跟我肥寇 掛在門 然後最後我一直吵 然後灌籃這樣 033點 那個真的被罵 033點 13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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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逗耶 那也是某一次世界賽無聊 我想來投籃預測明天誰會贏好了 因為我不知道誰會贏 然後就投籃 這球技就是A隊贏 每天就是B隊這樣 想問RODE對於張文萍這個球員的看法 為什麼要問我球員啊 應該要問小胡吧 小胡比較懂 小胡比較懂嗎 文萍喔 就是帥 沒有就問球技啊 帥都知道啦 但我得說他去年在季后賽的時候他在國王嘛 他的防守蠻好的 欸你真的有點到耶 那時候不是文萍跟凱傑 是換輸了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有點就想說 文萍季后賽打得不錯啊 防守不錯啊 然後那時候凱傑又足 那時候我其實身為一個國王粉 我有這個疑問 可是一定要用文萍換的啊 因為這牽扯到華裔球員的身份 哦 因為他們有聶歐馬跟張文萍 就那剛剛講那個就滿了嘛 可以不要聶歐馬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很難選 來不及啦兄弟 但他處理球真的很爛 但就是防守好啊 我真的有認真在看比賽好了 哇賽好猛 所以我才說你要有機會撥啊 小吳跟GN的籃球PK 可以請肉德當賽評 可以啊 你們真的什麼都PK 還不知道 我們現在還在放話階段啊 放很久 你也覺得放很久 那不要放多久 我看那個你們都已經跟信安在教學了 然後還在放 GN是去紙墨台當觀眾 講驗尿 驗尿那個點我覺得算是一個爆發點 那個人太準 應該說 他那時候上半場得了8分而已 那個球人就是那個陳笑容 哦 又是舒克愛總的笑容嗎 他的場均得分是4分啊 那就是一個思維的轉換 我給那個建議就是 你要講驗尿可以 但是你要把他場均就有4分 上半場得了8分 所以這一點給Cue出來 大家比較能get到 要有頭有尾 可以換個波 8分還好啊 可以換個波法 今天笑容得了8分 他平常常常均是4分 今天沒有人擋得住他 除非兩個零戒合 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子是不是耶 欸你這樣是不是很醜耶 你這樣是不是很醜耶 我不知道會不會出事啦 但我第一次覺得我會這樣播啊 我覺得不會出事 我覺得不會出事喔 超猛的 欸你真的超猛的 這個戲虐啊 戲虐的講法啊 小狐可以跟肉的玩張育成的遊戲嗎 打擊羽那個喔 對啊 欸說實在的 你問我 我是不知道 就真的有在認真看比賽 但我不會無聊到一直去看數據啦 我可以用印象 一定是用印象啊 我也是用印象啊 我自己覺得我做功課做很多 但也不是多到指著說 我每天起來就是把所有的數據看 不可能啊 那個都是寫在紙上 那你就會想再講啊 對或者是我今天有轉播 我才會再去把他複習一遍 剩下討論就是印象 聰明我可以耶 你試試看啊 身為鐵國王粉 應該可以吧 好啊來啊 就一樣嘛 規則嘛 阿球命中率 4x38以下 阿三分線命中率4x38以下 我好像大概知道了喔 看到那個臉就知道了 那個臨金棒應該沒有4x 就我對他的印象 剛好4x 有沒有啊 有印象了嗎 欸好猛喔 你這邊不來播嗎 我也講不出來啊 我也不能說 這個沒有4x 欸其實蠻猛的耶 感覺印象就沒有 因為我印象中他罰球數很少 然後感覺他也不太有運氣 我盡量往有上場的去猜啦 李威迪那種身材太少了 我就不猜 3分高於4x的喔 4x38 五四三離開耶 感覺會中耶 其實你蠻猛的耶 喔 有耶 4x4 好猛喔 不是他真的很準 這個差一點 但是也差不多 我覺得紅四站真的很準 他是真的很準 但是你知道我有一次 打一個菜市場杯遇到他嗎 我就是幾乎正常黏著他 他就真的沒機會 我不會說他絕對用權力在打 可是 你要去防堵他頭還是 就可能要貼著 就很貼著放他切 然後他切的時候隊友要幫忙 但他真的很準 籃球三分線不是一個弧線 他那時候就在熱身 就一直投一直投 他從這個弧線 連續近了好像十幾顆 到另外一個弧線 但他現在老了啦 肉的都用什麼著要追女生 一張帥臉 幹嘛 很羨慕喔 對我來說女生不是用追的 就是相處然後 有感覺 就會有互動 就是簡單的那種 不用特別追女生啊 些什麼年代還要追女生 有相處有互動 彼此有好感就會加溫 自然而然就會在一起了 在精明連續進球獎 B2B B2B 你敢叫嗎 B2B嗎 B2B 欸我剛好下禮拜二波國王的比賽 真的假的 哇這是一個B2B的三分啦 對可以了 講了你之後就沒比賽過了 我上他IG你還要來幫我 你上他IG嗎 不會啦我覺得他不會啦 上你是拿IG可以啊 可以全分很爽 好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掰啦